幽暗的房间内,女孩被五花大绑缓缓吊起 双目失明的老人摸索着剪开了她的裤子 然后转身用粗大的吸管吸了满满的乳白色液体 又一步步靠近女孩 很快,女孩四心裂肺的叫声响彻整个房间 老人寓意何为女孩又到底做了什么 以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 至于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剧情跌宕起伏 最后还有神反转的惊悚片并住呼吸 影片开始 一处荒凉冷僻的居民区内 年久失修的柏油路痕迹斑驳 由于一条被压扁晒干的巨型蚯蚓 绅士诡异 刺耳的警笛声中 镜头逐渐拉近 一位勾搂着身躯的老者 正吃力地拖着一位昏迷不醒的女人 马路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 镜头转过 一处豪宅的门被轻松打开 两男一女闯了进来 随着一阵紧张的倒数计时 平头熟练地关掉了房里的警报系统 他们显然不是这里的房主 而是三个以偷窃为生的惯犯 屋里承受豪华 女主阿丽和小便满意地环顾四周 谨慎的平头则提醒他们 还善照老规矩 不能偷现金 并且偷到赃物价值 也不能超过一万美金 喋喋不休的平头 让另外两个人不胜其烦 他们早就迫不及待要大干一场了 阿丽直奔女主人的衣帽间 经营首饰全部收入囊中 意欧未尽的她 还穿上女主人的衣服自我欣赏一番 甚至躺在床上 享受片刻有钱人的感觉 平头则是对科技感十足的电脑手表更感兴趣 一向粗鲁的小便却搞起了破坏 不但打碎了家里花瓶 还肆意在地板上小便 一番大肆搜罗后 平头还不忘将报警系统恢复正常 回首打破玻璃窗 造成被人破窗而入的假象 之后三人扬场而去 回去的路上 小便对今天的收获很是满意 如果每次的目标都是这种土豪级别的话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可以收手不干 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过上理想的富足生活 阿丽兴奋地喊道 拜拜底特律 平头有些吃惊 赶忙问阿丽是否真的要离开 阿丽笃定地回答说 是的 我会尽快离开 平头追问道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阿丽摇头说 永远也不回来了 听闻此言 平头一脸落寞 静静地坐在汽车后座 不再说话 几个人作别后 平头回到了父亲的办公室 悄悄把那一串豪宅的钥匙放了回去 原来 平头的父亲 是一家安保公司的经理 那些土豪业主们 在父亲这里 都有一套备用钥匙 这给平头作案 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每次作案的流程 都是脱走钥匙 打开房门后 关掉报警系统 作案后 再恢复报警系统 砸烂门窗 伪造有人闯入的迹象 以免父亲的公司被人怀疑 行动后的销赃工作 都是由小便负责的 这一次 他从收购赃物的人那里获知 父亲有一个藏着巨款的房子 非常值得干一票 小便马上就召集了平头和阿力 在一个餐厅里 小便兴奋地告诉他们 在一处破旧 其垃圾城堆的住宅区里 住着一个独居的退屋老兵 前不久 他的女儿因为车祸去世 因而得到一大笔和解金 资足有30万 巧的是 这所房子的安保系统 就是平头爸爸的公司设计安装的 也就是说 他们完全可以按照之前的作案流程 轻而易举地闯入 然后拿走那30万 阿力显然心动了 不过他担心 这些钱根本就不在房子里 平头则坚决反对 他始终坚持不偷现金的原则 因为如果超过1万美金的话 一旦被抓 就要面临10年的牢狱之灾 并且 他担心老爸的公司 会因此惹上官司 小便超讽他太怂了 阿力向平头保证 这是最后一次 平头不为所动 丢下一句 这票我不干 然后转身离去 晚上 不甘心的阿力 给平头发来短信 言辞极尽懇求 他说 我需要这笔钱 带妹妹离开这里 为了我 求你跟我们再干一票 平头很为难 深深叹了口气 拿起电脑 再次搜索到 有关独居老兵的信息 这是一位 参加过海湾战争的 退役老兵 因女儿意外深谷 拿到了六位数的和解金 此时的阿力 正在家里准备晚饭 这是一个被汽车 改造后的房子 简陋且寒酸 小妹妹正在一旁吃饭 妈妈则和男友 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阿力不但要挣钱 养活妹妹 还要养活妈妈 和她的男友 对这个毫无责任感的母亲 阿力早已失望透顶 妹妹说 她想去沙滩 想去冲浪 阿力没精打采地说 现在不是夏天 妹妹沮丧地低下头 阿力心疼地 抚摸着妹妹 这时 桌上的手机震动 发出一阵轰鸣 是平头发来的信息 行 我们干这一票 短短几个字 将阿力心底的阴霾 一扫而尽 还愉快地问妹妹 你知道哪里能冲浪吗 是加利福尼亚 很快 我们就可以一起搬去那里 就咱们两个 小妹护闪着美丽的大眼睛 点了点头 为了妹妹 和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 这一票 她势在必得 这天傍晚 三人驱车 缓缓来到老兵居住的小区 这里人烟稀少 异常荒凉 许多老宅破败不堪 杂草丛生 小便出去摸拍情况 阿力和平头等在车里 阿力百无聊赖地 翻起自己手腕上的刺青 轻轻抚摸着 坐在一旁的平头问道 这是你的新纹身吗 阿力说 是昨晚刚弄的 平头奇怪 为什么要闻一个 瓢虫的图案 阿力忧郁地望向窗外 徐徐讲起童年往事 自从父亲 离开他和妈妈 妈妈就经常酗酒 他将父亲离去的原因 全部都归咎于阿力 再加上 他时常以想念爸爸而哭泣 这样妈妈不胜其烦 索性将他 锁在汽车的后备箱里 甚至有时 一锁就是好几个小时 以此 一只瓢虫 顺着后备箱的小洞 飞了进去 黑暗里 他一直陪在阿力身边 这让他感到很安全 平头听完低下头 用力抿了抿嘴唇说 等弄到那笔钱 我和你一起离开这里 阿力转过头 向他露出会心的微笑 正说着 小便回来了 通过监控他发现 老兵居住的这栋房子附近 至少四个街区 没有人住 这意味着警察 还不会来这里巡逻 所以这一次 肯定是小菜一店 突然 一只大黑狗 穷凶极恶地隔着车窗 向他们发出一阵狂吠 无论怎样驱赶恐吓 这只狗就是 自嘴獠牙 狂吠不直 直到远处一声口哨 将它召回 顺着方向看去 狗主人 竟然就是他们 要找的那个老兵 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 老兵拿着一根盲棒 摸索着向前走 平头看了心生不仁 去偷一个盲人的东西 太没良心了吧 小便冷嘲热讽地说 看不见可不代表 他就是圣人 最后 大家还是决定 今晚就动手 夜半三更 三个人来到老兵家附近 不小心惊动了 老兵的大黑狗 又是一通乱叫 小便隔着栅栏 将混着迷药的狗粮扔了进去 果然大黑狗 两下三口就吃了个干净 不一会儿就没了声音 接着 小便准备像往常一样 用备用钥匙打开大门 然后关掉安全警报 可走进去发现 门上竟然装了四把锁 而平头的钥匙 只能打开其中的一个 来到侧面 平头拿出一个遥控器 不停向里面张望 阿里问他做什么 他说遥控器 如果对准警报系统开关的话 就能解除警报 这样就可以放手撬开门锁 但是折腾一番 没有任何效果 阿里抬头看到一扇天窗 只有那里没有防盗钢筋 平头的身量 正好也可以钻进去 可平头却不放心 他不愿让阿里独自去冒险 阿里说 没有人能控制他 一切都是他自愿的 在小便的帮助下 阿里打破天窗的同时 也触发了安保30秒的倒数计时 幸运的是 他成功溜了进去 在双脚落地时 一块碎玻璃扎进了鞋底 咔哒咔哒的脚步声 在寂静的屋子里 回荡的异常清晰 他将碎片拔出来 随手丢在地板上 阿里焦急地 拿着遥控器 在房间里四处寻找 最后 他寻着倒数计时的滴答声 找到了安保系统 并在最后10秒 成功关闭了他 接着月色 阿里打散了屋里的陈设 桌上摆放了老兵女儿的照片 其中一张 还是倒立着摆放的 看来老兵虽然目不实物 但对女儿的思念 却从未停止 等在外面的平头异常焦急 小便轻蔑地告诉他 不用担心 阿里肯定得手了 一定没事 平头看了他一眼 轻声说 你能不能真正关心一下阿里 一句话 惹得小便大为不快 他警告平头 阿里是自己的女朋友 让他做好当朋友的本分 不要越界 正说着 门枝压一声打开了 为了谨慎起见 三个人在门口都脱掉了鞋子 之后分头行动 寻找的笔句款 小便悄悄摸进老兵的卧室 电视里播放着 老兵女儿小时候的家庭录像带 伴着女孩枝气可爱的声音 老兵酣睡正浓 尽管如此 小便还是打算留下一瓶迷药 也许是听到了响动 原本熟睡的老兵 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 似乎在直勾勾地看着小便 这诡异的气氛 吓得他大气都不敢喘 好一会儿 老兵摸到了遥控器 关掉了电视 转身又躺下了 小便不敢再逗留 放好迷药 捂着口鼻轻轻退了出去 阿丽正聚精会神地 寻找那笔巨款 小便说 他已经给老兵放了迷药 现在已经昏过去了 接下来 他们可以放开手脚 大干一场了 可是几番搜寻都没有结果 这时一道通往地下室的门 引起了三个人的注意 因为那上面 伤了好大一把锁 小便掏出事前准备好的撬棍 使出浑身力气 但大锁 毫发无损 拼头问 还有没有别的家伙 小便说当然有 说着掏出了杀手锏 那是一把九毫米口径的手枪 平头认为这样太危险了 因为老兵可以合法射杀他们 于是 他拽着阿丽打算离开 可是阿丽甩开了他的手 他不想就此放弃 为了起到适当的消音作用 小便在枪口套上空瓶 碰得一声闷响 火星飞溅 消炎弥漫 平头知道 事情已经完全失控 他不顾阿丽的挽留 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锁头掉在地上 门终于开了 阿丽和小便两人相识一笑 可是 很快他们发现 一个人就站在不远的角落里 花白的头发和胡须 正是那个老兵 他问是谁在那儿 阿丽甩地带入母鸡 小便捡起地上的枪 让老兵冷静些 谎称自己喝多了 不知道怎么就进来了 现在他马上就走 可是老兵踩到了那个 被他们打烂的门锁 他知道小便在撒谎 老兵顺势向前走了两步 摸到那个已经被打开的门 小便这下更紧张了 他用枪指着老兵 警告他不要乱动 可老兵向前摸索着 一点一点向小便靠近 然后一把夺过枪 并死死地将它按在墙上 老兵冷冷地逼问 你们还有几个人 小便说只有自己 老兵手上的力度 稍稍松了些 就在小便打算穿口气的时候 碰的一声枪响 小便足 阿丽惊恐地捂住了嘴巴 大门口 本来打算离开的平头 也被刚才的枪声吓到了 因为担心阿丽的安全 他决定返回 广暗狭窄地过道 老兵迎面走来 平头感冒紧紧贴住墙壁 他看到老兵 重新又把大门锁上 就连阿丽偷偷溜进来的 那扇天窗 也被四死封住 躲在衣橱里的阿丽 给平头发来信息 告诉他 小便被老兵开枪打死了 自己正躲在柜子里 此时的老兵 再次来到阿丽藏身的地方 只见他那样杂物搬开 墙壁上出现一道暗格 搬开木板 保险箱就在里面 为了保险起见 老兵更换了密码 这一幕正好被阿丽看见 平头捏手捏脚地 找到阿丽 说必须要赶在老兵之前报警 把这里一切的情况 都合盘脱除 可是阿丽此时的注意力 全在那个保险箱上了 凭着记忆 他把保险箱打开 一落落现金被掏出来 足足有上百万 钱到手了 两人打算马上动身离开 可刚走到门口 老兵就堵住了他们 用枪扫射着四周 阿丽和平头屏住呼吸 不敢乱动 这时 小便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老兵寻着声音摸索过去 两人趁机迅速爬下梯子 来到地下室 房间里 老兵还在忙着 架过房子的门窗 突然 他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摸索一番发现 门口有三双鞋子 他知道自己被骗了 屋子里一定还有其他人 老兵急忙打开保险箱 发现里面早已空荡荡 黑暗的地下室 阿丽和平头 还在苦苦寻找出口 接着灯光 他们来到一个奇怪的房间里 这里有绿植 有风扇还有家具 正当两人困惑不解时 一个女人 犹如鬼魅一般突然窜出来 吓得阿丽几乎要丢了魂 女人面容憔悴 劈头散发 嘴巴被四四地封住 像狗一样被拴在床上 女人跪下来 不停地哀求着他们 带自己一起离开 还从墙角 拿出一块小简报 从简报上的内容判断 眼前的女人 就是撞死老兵女儿的人 平头提议他们 马上先离开这里 等到了外面 再报警救这个女人 可是女人这时 一个就地指着一个方向 不停呜咽着什么 两人顺着方向 看到一个保险箱 此时 楼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果然 老兵拿着枪 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他扶着梯子往下 只走了一半 却停在了那里 平头问阿丽 是否还记得 保险箱的密码 阿丽尝试着 把老兵的密码说了一遍 果不其然 保险箱被打开了 里面放了一串钥匙 他们迅速用钥匙 把女人身上的锁链打开 两人架着他 一路跌跌撞撞 终于找到 并打开那个被反锁的小门 可是等待外面的 竟然是拿着枪的老兵 一声枪响 子弹擦破平头的耳朵 飞进了地窖 平头应声滚下台阶 接着又是几枪 平头和阿丽 都幸运地躲过了子弹 可是那个女人 却中弹倒地 老兵蹲下身 一点一点 从台阶走了下来 当他碰到地上的尸体 并发现是那个女人时 他痛苦地跪在地上 抱着女人放声大哭 哭罢多时 老兵起身 将门重新锁上 不仅在锁眼里 拧断了钥匙 还拉掉了电闸 地下室 立刻陷入一片黑暗 老兵凭借敏锐的听力 追踪他们的位置 平头只是轻声叫了一声阿丽 但还是暴露了位置 突然 一只大手 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 然后用枪 抵住了他的脑袋 可是扣动扳机时 却发现没了子弹 平头机智地登翻了货架 挣脱了老兵 他拖着阿丽 一路摸索 好在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 通向客厅的门 九死一生的两人 之前被他们迷晕的大黑狗 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 平头把钥匙递给阿丽 让他尝试打开门 自己则吸引着大黑狗的注意力 可惊慌失措的阿丽 怎么都打不开门 此时 地下室的门 被追上来的老兵 猛地踹了一脚 大黑狗也向平头扑去 两人只好玩命地往楼上跑 却不想再次被困在了卧室里 平头问阿丽 之前的遥控器 是不是还待在身上 平头要触发警报器 因为眼下只有报警 才能脱离困境 可是阿丽不想自投罗网 更不想放弃那些钱 就在两人争论不休时 老兵已经来到门口 墙上的一个通风口 是他们逃命的唯一出路 可狭小的空间 只容得下阿丽一个人 平头叫他动作快一些 自己愿意帮他拖延时间 阿丽充满感激地 看了一眼平头 头也不回地 趴进了通风口 此时 老兵一把将门撞开 大黑狗瞬时 将平头扑向窗外 一声巨响 平头被狠狠地摔在 细碎破裂的声音 断断续续 老兵寻声而来 举着枪四下搜寻 而在通风管道里的阿丽 吃力地向前爬行 一个深邃的通风井 挡住了他的去路 正当阿丽犹豫不决时 大黑狗闻声追来 阿丽眼一臂心一横 一个跟头就栽进了通风井 此时 平头慢慢张开眼 他试图撑起身体 可是守在一旁的老兵 抬手就是一枪 平头重重地摔回到屋子里 他简单地站起来 跌跌撞撞地拿着摇空器 打算启动报警系统 可是老兵正在不远处 举着枪等他 平头赶紧躲进工具间 不过还是逃不过 老兵敏锐的耳朵 老兵三拳两脚 平头已经奄奄一息 阿丽在跌落井底时受了伤 人的剧痛继续前行 突然一只大手 又将阿丽拽了回去 原来老兵循着声音追了过来 很快阿丽昏了过去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 像之前的那个女人一样 被牢牢地锁在床上 他挣扎着 恳求老兵放过自己 而老兵坐在黑暗里 始终沉默不语 阿丽表示 他同情老兵的遭遇 试团他相信 这一切都于事无补 老兵终于开口 他说 我认为最公平的事 就是让肇事者 再为我生一个孩子 本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肇事者已经身怀六甲 可是他们的到来 打破了这里的一切 老兵还说 现在阿丽必须承担所有责任 镜头切换到工具房 倒在血泊里的平头竟然又醒了 他巧妙地躲过了大黑狗的袭击 并顺势把他锁在了房里 地下室 阿丽想祈求上帝能来帮他 可老兵却说 哪有什么上帝 那就是个笑话 如果有上帝 这样的悲剧 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老兵说 自己并不是强奸犯 对那个女人也从没强迫过 只要那个女人 同意给自己生个孩子 他就会放女人走 现在女人死了 只有让阿丽 来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使命 他拿着一只充满经验的吸管 慢慢走到阿丽前 尽管阿丽拼命挣扎哭寒 可都无济于事 老兵告诉他 只要九个月 就会还他自由 就在这紧急关头 平头带着铁锤及时赶到 他一锤将老兵打翻在地 然后给阿丽松绑 反手锁住老兵 惊魂未定的阿丽 对老兵一顿拳打脚踢 并发誓 一定要让老兵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此时的老兵 颓然无力地跌坐在角落里 他让阿丽他们 带上自己想要的东西 马上离开房子 平头说 如果现在拿钱报警的话 就相当于一起等着被抓 因为老兵一定会揭发他们 如果拿钱走人 就等于今晚发生的事情 从此绝口不提 最终阿丽还是没有选择报警 一整夜不停地奔命逃亡 两人都精疲力竭 此刻终于能全身而退 离开这里 就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一颗子弹呼啸着 穿过平头的胸膛 惊恐万分的阿丽回头一看 原来老兵 遭用备用钥匙打开锁链 追了上来 顾不得多想 阿丽一把拽开大门 夺路而逃 那只阴魂不散的大黑狗 也紧随气候追了上来 阿丽一路狂奔 一口气跑到了 他们当初下车的地方 车子还停在原地 阿丽一头就要钻进车里 可大黑狗跳起来 一口咬掉了背包 没有车钥匙 没有钱 阿丽根本哪都去不了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经过好一番斗智斗勇 他成功把狗锁进了车里 而自己又侥幸逃过一劫 正当他以为大功告成时 一只大手从后面 突然揪住他的头发 一拳又把他打晕了 恍惚间 他感觉自己被一步一步 又拖回那栋房子 这次阿丽没有像之前那样挣扎 看着旁边平头的尸体 心里百感交集 如果不是为了他 平头不会一次又一次地 回来救他 更不会丧命一次 想到再没有人 像平头那样保护自己 不禁气不成声 就在这时 不知从哪飞来的一只瓢虫 落在他的指尖 停留片刻又飞走了 阿丽顺着方向 看到了平头手中的遥控器 他想起平头跟他说的话 这次他毫不犹豫地 按响了警报开关 尖锐的声音 刺通了老兵的耳膜 他痛苦地抱头 直觉天旋地转 阿丽捡起地上的铁锤 一下一下 狠命打在老兵身上 而此时的老兵 早已没了方寸 在房间里 拿着枪到处乱射 打翻了像架 打碎了花瓶 直到弹架打空 阿丽抓住机会 抡起铁锤 将老兵打翻 只见他双脚腾空 跌进了漆黑的地下室 镜头转到机场饭店里 阿丽看着眼前 天真可爱的妹妹 那所房子里 所发生的一切 恍如隔世 就在他出神时 电视里突然插播一条新闻 退伍独具老兵双目失明 昨日在家中成功自卫 当场射杀两名入尸盗窃者 并声称 盗载并没有偷走任何东西 阿丽看着新闻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显然 老兵没有告发他 那所房子里所发生的事情 也将永远成为秘密 收拾好行装 阿丽带着妹妹 终于如愿以偿的 踏上新的路途 而留在他身后的 是老人对他的宽容 以及为保护他 而丧命的平头小哥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